草莓这种东西呢 在贵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听说过 大几十块钱一斤 有好多话 想要实现那种草莓自由 为了花衣 草莓怎么样 你可以看着 草莓它很有一个特点 我就跟您这么说 它为什么叫草莓 首先呢 它就是一个草 它会结梅子 再一个呢 它会长这种走劲 你看到没 长这种走劲出来 看到没这个 这边呢 马上就要长更多的根 像这种呢 它在土里面 照样能够长得很哇塞 也就是咱们臭宝们呀 最尽量的能地栽的 就是地栽 尽量的就是一个平方面 种一颗 就少生幽生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说 你不想让它长出来 你就想让它这个盆里边结果 像这种就要给它剪掉 别让它这个营养来回分散了 这样你明白 把它卡卡剪掉 就让它这里边哗哗挂锅 如果说你地栽的宝呢 你就给它哗哗地扔到地上 这个东西 你长一虫啊 就像那个 像那个 你们叫什么 我们这个方言叫什么 拉拉羊 你们那边叫什么 也叫拉拉羊吗 就那个跟羊子似的 长得一铺铺一铺铺的 这个 入侵的那个 拉人呀 在路边上老有了 那个羊子 最常见的那个 对 反正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霸道 而且在辽宁地区 零下二十七度都死去不了 最需要的就是光照 好多话说 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 你就会像 这个臭宝 这个臭宝就是 我们家后期小哥 我跟他说 我说你 他长这么大个盆 他问我里边 种几个合适 我都种一个对合适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看你种了好几个 这种有几个长不好 而且这个东西 会长走劲 你看 对吧 这个长出来的 不都是走劲吗 你看这个不又是一盆新的吗 你看这一颗 就给你全霸满了 你看这个也是 你现在是剪还是不剪 你是拔出来 是不拔出来 所以说宝贝里面 一颗就可以长成很大的一片 有的话说 老花一 我也想尝试一下了 最重要的就给猪光照 就行了 其实养护起来 一点男子都没有 好吧 光照不行 咱就别扯这个了 你看他来的时候 各种红蜘蛛 现在也给他救活了 弄好了 像这种老叶子 该剪的还得剪一剪 还得冲 还得用水冲 要不然后面的红蜘蛛 又开始复发 坚持每天用水冲 才能活 好了 草莓的养护 其实不简单 最重要的是光照 别的都没啥 嘿嘿 不是老花一 两花最在一 小伙伴们就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 视频要的眼 来了